今天教育拜登白宮發出信息 普京犯種族秘訣罪 在之前白宮發出普京犯戰爭罪 普京犯反人的罪 今天白宮發出普京犯種族秘訣罪 普京三個罪 普京三個罪 中國當然是同罪 中國同罪是中國犯國家戰爭罪 中國犯國家反人的罪 中國犯種族滅絕罪 現在由於政治詭異 印度始終沒有這些與美國戰隊 印度大量購買俄羅斯的石油 歐洲這次歐洲也有兩個反叛國家手上 一個是德國 德國的態度雖然最近也跟烏克蘭提供了一些武器 但是在語言上他沒有這一機了當的支持烏克蘭 還有法國 法國雖然調停他也沒有這一機了當的支持烏克蘭 和許歐洲出現兩個反叛國家 亞洲當然是中國了 然後呢 曖昧的國家呢 印度還有些小國家都無所侵重 今天我們報告的信息主要是這三個內容 就是兩個內容是以前 一個內容是今天 就是我再重複一遍 白宮發出信息 最早發出信息 普京犯 戰爭罪 後來白宮又發出信息 普京犯 犯人的罪 今天白宮又發出信息 普京犯 種族滅絕罪 這不是開玩笑 這個最不是開玩笑 是吧 但中國呢 皆定不宜的 皆並皆上不封頂 下不介底的支持 俄羅斯 向全世界宣布 中國和俄羅斯站在一起 他們要共同推 推廣他們的新世界計劃 當然中國要當者 中國當者 是國家 戰爭罪 國家反人類罪 國家 中國 總處比拒罪 OK GO 喜歡朋友們訂閱我的 Youtube 投資支持贊助我的維持工作計劃 Thank you so much See you tomorrow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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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